哈喽!祝你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开开开心! 每一天都要到节日快乐! 拜拜!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每逢节日周深都会在线上送祝福 来看看周深这些年妇女节线上送的祝福 2016年自拍照 2017年轻唱《我要你》 是颗颗爱爱的突击声 2018年轻唱《女儿情》 去年有今年肯定也有呀 2019年在车上轻唱《心愿便利贴》 2020年一段祝福音频和自拍照 2021年轻唱《三寸日光》 2022年留了小纸条 中午好节日快乐啊 2023年参加了京东晚八点顾建芬音乐会 演唱歌曲《卧龙尹与歌声与微笑》 留了小纸条节日快乐 真的是个温暖有温柔的男孩子 一个女生节的祝福坚持到了第八年 他真的是个小天使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深 祝所有的女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哦 我想跟大家说 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弘 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满足 你一定能与你的梦悄然邂逅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哈喽祝我所有的女生你们 还有全天下所有的女生 女神节快乐 希望你们天天都开开心心 飘飘飘飘飘 然后健健康康 我们都是最美的 像这首女儿琴给你们听 其实我也是不到跳起来 想了很久 总的就是 祝你们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美丽啦 圆洋双起跌双飞 买楼 夸元穿� 让人訉 粪 遮 document 声声 女儿美 不美 女儿 而美 不美 哈喽 我要 你在我身旁 我要 你为我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姑娘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爱光着佼阳 好景样 今天你们都说我不好了 那我就祝你们 你们帮你 那这 第一次做亮的头发 而2024年截止发稿时间 周深已经一个星期没有上线了 另外提醒一下 大家太湖湾音乐节 开票的时间更改为3月13日 下周三中午12点18分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了 周深在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歌曲小美满登顶 周深六首歌曲同时登榜 Top10 前五名更都是周深的歌曲 恭喜周深 Hello大家好 我是康师傅好汤品牌代言人周深 深深雪子 花样青春 无限美好 等待开启 这个开学季 注定与众不同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 和你一起奔赴新学期 六小时熬制 就要这个汤 百花齐放 梦想滚烫 青春有面 更有样 3月7日 康师傅老母鸡面 官微更新了 青春有面 更有样的周深口播 这对于已经好多天 没看到周深营业的 米子们来说 也算是个小惊喜吧 同一日 央视新闻官微带话题 两会和新智生产力 与你我息息相关 发了视频 BGM还是周深的小美满 CCTV4 央医 人民正邪报等大佬官微 也发了一样的视频 哪怕小美满过了新歌期 热度仍然不减 爆款就是爆款 在这一日 腾讯音乐有你榜 发布了2月榜单回顾 4期榜单中 周深小美满三连冠 建议98.86的高分 获得月度最佳表现Top1 和2024最高有你得分Top1 周深也成为月度最佳表现歌手 另外 在腾讯音乐歌手榜总榜中 周深继续保持着第二的位置 第一名是几乎无法撼动的 周杰伦 个人认为 这不仅对粉丝是一个好消息 对华语乐坛也是一件好事 从小美满的火爆出圈 和央视两台晚会的收视 就已经表明 周深能够在音乐方面做到极致 在流量上也保持着领先 而音乐的效果取决于一个歌手的实力 唱功流量则不仅来源于 其唱功实力 更有其人品 综艺感 路人员等等 而这些周深刚好都处于顶尖水平 所以周深后面将会有无数个小美满 你们说是不是 知道你也一样不想与有端 想想你的相爱 感知的黄天邪淡 天内尽头 今夜落花一样掉了下来 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 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 就像站在烈日朝阳的桥上 人类狂奔洋的灭落在我的脸庞 就像站在烈日朝让它驾傻 人类狂奔抵落在我的脸庞 大家要戴好你們的手機 戴好你們的身份證 戴好你們所有重要的問題 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安求全回到家 好嗎 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謝謝你們把你們光照在我的身上 謝謝你們願意來 謝謝你們願意聽到我 謝謝你們看到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